捷豹,国语头号混双完胜奥运银牌得主,五队混双全届十六强,中国与毛球公开赛首轮,混双方面上演一场激战,世界排名第一的国语组合正司为黄雅琼,对阵里约奥运会的银牌得主马来西亚的陈炳顺无六影,双方在刚结束的日本公开赛上刚刚苦战三局,今天再度相遇,国语组合更胜一筹,直下两局再次取胜。 送给对方一轮游,双方在日本赛之前有过一次交手,是在今年的印尼公开赛半决赛上,国语雅思组合,被对方直下两局无缘决赛,之后在上周的日本公开赛半决赛上,双方苦战三局后,雅思组合2比1取胜,双方交手各胜一次,本战中国赛,陈炳顺无流营在发挥失误颇多,最终被雅思2比0击败,首轮出局, 首局对手3比0开局领跑,很快被雅思组合追平,双方缠斗至8平后,雅思组合连得3分领先进入局限,下半局雅思一直保持领先状态,陈炳两人在不断追赶,最终双方再次站至16平,来到同一起跑线,随后双方缠斗至18平。 关键时刻,雅思组合稳住状态连拿3分,121-18先下一局,第二局,双方在一开始还是十分胶着,一直到6平后,陈炳顺无流营连得2分取得领先,不过接下来雅思组合的一波进攻连得6分反超对手,取得4分的领先优势, 尽管对手很快追分,无奈一直被雅思压制,下半局雅思在14比12领先实在,次连续得分,以17-12扩大优势,陈炳两人的追分显得无力,最终雅思以21-17再下一局,2-0取胜对手,晋级第二轮16强,随着雅思组合的顺利晋级,国与混双五对选手全部顺利通过首轮,晋级16强,分别是, 郑思维黄雅琼,王毅绿黄东平,张南李音辉,何几亭杜月及卢凯臣路